早上好 我就在海上住 后面的景看不清 我前几天都住的快捷酒店 晚上睡的可早的 八九点 然后一到十一二点就醒 然后再到早上四五点睡 就是天天的严重失眠 我就换了一个海景公寓 然后景特别好 也特别舒服 是一个loft 上下两层的 是那种标准的loft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loft 特别温馨 这是一个双人床 然后这是楼梯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 超级无敌海景 这个没骗人 还真的是海景 这个标准的 上下两层的loft 这装修就很温馨 年轻人喜欢的那种风格 这是个餐桌 这是个餐桌 这可以按摩 但是收费的那种 这里还可以做饭呢 这是洗手间 还有个小冰箱 就有一种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的感觉 这一整栋楼都是这种 都是这种公寓 很安静 这里还有人打扫卫生 觉得如果单身 每个这样的房子 单身公寓 真的住着挺舒服的 我喜欢这种 我特喜欢这种落地窗 就给人的感觉很好 观景很好 真的挺不错的 我住十九楼 然后但是一点都不吵 虽然这基本上算是邻居 但是一点都不吵 晚上就躺到床上 还可以看海 真是美美的 我住的这个 豪华海景房 120瓦 然后就是跟着一模一样的 然后没有海景是城景的 是98 这个想想现在淡季有多便宜 这整栋楼都是这种公寓 Loft上下两层的 它什么户型都有 我住的这种就是三四十平的 这种一个人两个人的 就够了 它有那种七八十平的 还有更大的 就加起来一两百平了 是家庭出行啊 就是好几个人一起的那种 那个装修真是超豪华的 那个视野更好 就是这种落地窗整个就是两面的 那个海景更是无敌 重点是还好便宜 才两百多 真的是以后再带家的人出来玩了 就不要住什么快捷酒店了 就要来体验这种民宿公寓 就感觉在青岛 有种家的体验的感觉 真的太美妙了 而且很干净很舒心 快捷酒店有快捷酒店的好 然后这种公寓有这种公寓的好 我感觉出来玩哈 要住这种才有意思 像那种商务出行啊 出来出差干什么的 根本没有时间玩看景 就住快捷酒店 比较方便 青岛的天 这是一二十度吧 就是我穿一个T恤都一点都不冷 我这当睡衣穿的 一会还要换上那个 卫衣还有羽绒服呢 穿上也不热 我住的这个地方是青岛的最西边 就市南区的最西边 下面就是那个交州湾隧道 还有坐轮渡的地方 我一会就坐轮渡去黄岛区 那今天去黄岛玩 好了 接下来再给大家再分享 分享怎么玩的 收拾收拾 出发